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讲述警察为平息民愤,抓替罪养抵罪 丑闻曝光后,竟引出惊人反转的故事 近日来,韩国术尔市频频发生女童失踪事件 年幼的受害者们遭到强奸和肢解 尸体被随意丢弃在城市各处 手段之残忍令人扎舌 案件已经曝光,市民们惹人自危 恐慌情绪在城市中肆意蔓延 可距离警方接到第一起报案 已经足足过去了三个多月 案件侦破毫无进展 最终,女童案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警方的办事效率也被民众所质疑 迫于压力,领导人在电视上公开道歉 并承诺会短时间内抓到凶手 给大家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 可漂亮话说出去了,事情却还要督促下面来办 从市长到警察厅厅长,自上而下层层施压 最终,千军重担落在了警察局局长头上 可局长也有苦难言,不久前 警方毫不容易找到了一名疑似女童监杀案的嫌疑人 可在追捕过程中,警察由于太过心急 竟然将其当场击毙 如此以来死无对证 警方也无法确认被打死的到底是不是真凶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要给上面一个交代 并且给公众一个说法,所以必须要有所行动 警察听理,局长面对厅长的施压 终于想到一个极为稳妥的办法 他向警长举荐,警察崔仲基 作为专案组组长牵头调查此案 此人能力出众,不久前扳倒了黑社会性质的大财阀金会长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毫无背景 后续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此人一出,两个领导心领神会 原来,他们打算在警局里找一个人 把案件委托出去 然后让他去找替罪羊顶罪,给公众一个交代 如果东窗事发,他们就把牵头办案里一抓 出了错,也顶多算是用人不当 两个老狐狸打得一手好算盘 我们的男主崔仲基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竟成了领导们暗中盘算的对象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没有背景和靠山 就在领导们推卫责任绞尽脑汁的时候 崔仲基警官又把正义之手伸向了黑帮老大张希久的公司 不抓人,不问询,直接查账本 这些打着正经买卖旗号,暗度陈仓的恶实力 最难以遁形的证据就藏在账簿之中 崔仲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突击干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金会长 按照常理来说,张希久作为金会长的死对头 在得知对方落马之后,高兴之余应该有所收敛 可他光顾着庆祝了 却忘记崔警官眼里容不得沙子 迟早会插到他的头上 不过,张希久也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找人打听了一圈 终于把崔仲基的妹夫拿捏在手中 并且给了对方一笔巨款 算是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 崔仲基刚刚突击检查完毕 正把张伯打包一本门运回局里等待审查 这些东西真假相掺 根本经不起琢磨 所以张希久得知情况后 火机回来地赶了过来 拦在了崔仲基面前 幸会崔组长 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 前几天咱家妹夫亲自登门 我可没敢亏待他 好严好酒 外加真金白银全部给他拿足了 所以,咱们现在也算是搭上了一条船 我沉你也沉 还没来得及 感谢你慷慨出手 整垮了金会长 有机会我必定亲自登门感谢 张希久的话夹枪带棒 表面听起来是在掏近虎讲感情 实则全是威胁和利用 谁都有家人 谁都会有所顾忌 即便是警察也不能例外 然而崔仲基听完对方的话 却丝毫没有在意 他伸手在张希久脸上捏了一把 随后仰场而去 显然 这个在旁人眼中飞扬跋扈的九哥 在崔警官看来 也不过是个即将被他送进监狱的可怜虫而已 殊不知 即便他作为后起之秀 现在在刑警界混得丰收水起 也难逃被领导算计的命运 另外一边 金会长即便入狱 却也过得潇洒自在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要是没点手段 还真难当会长之职 负责提审他的检察官朴永一 刚刚和他见面 就匆匆关掉监控并临声道歉 检讨自己办事不利 让他受了委屈 同时还承诺 会尽快安排脱罪事宜 然而金会长 却并不满足于重获自由 他不仅要体面地走出监狱 还要让那个不知深浅的崔警官吃点苦头 当然 这不仅限于让对方人间蒸发 朴永一立刻会议 表示自己会尽快去办 让会长再起在狱中委屈几日 他很快就会把好消息带过来 原来 金会长和检察官早就达成了合作关系 他们结党隐私 沆瀣一气 手下更是培植了不小的势力 虽说不能只手遮天 可全力行动起来 也能翻起不小的浪花 与此同时 崔仲基从张希九的公司回到警局 虽然他刚才表现得很无所谓 可内心却承受着巨大压力 妹夫背着他拿了贿赂 这要是追查下来 也够他头疼的 更何况 对方庞大的黑刀背景 即便想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也并不稀奇 工作的压力暂且不提 就警局内部的人事调动 也让他头疼不已 自己从警三年躲来 事实冲在第一线 抓拆办案履历其功 可除了混到一个小组长的虚弦 并没有任何晋升的迹象 而能力比他低 自立没他老的同事都纷纷升官 崔仲基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却粗意十足 他正胡思乱想之际 上面却突然来人 表示已经掌握了他每幅 说出贿赂的证据 希望他给出合理的解释 崔仲基没有想到 张希酒动作如此之快 但他也有自己的对策 那就是死不承认 并装作毫不知情 虽然家人有受贿嫌疑 但并非直系亲属 只要不能证明他本人在主观上 有所会受贿的嫌疑 客观上从中得利 那么即便寄检委员亲自来审 他也丝毫不虚 果然 上面派下来的人 都被崔仲基的话给震慑住了 而他本人在撂下一句狠话后 潇洒离去 纷纷为组长鸣不平 觉得是上面的人瞎了眼 千万把晋升的机会 给了剧里吃闲饭的人 而准日拼死拼活的干警 却没有得到提拔 这些话说给组长 也是说给他们自己 警员之中最挺崔仲基的 要求坐在他旁边 斐托达尔的警员朴静东 此时他和老翠一样 嫌疗些沮丧 其余的人越说越激动 大有大闹一场的架势 就在这时 局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别看刚才警员们 一个个义愤填膺 可局长一露面 全部蔫了下来 局长假作姿态 声称已经知道了 崔仲基亲友受惠的事情 他不但不予追究 还要给崔仲基 安排一个艰巨的任务 如果他完成得好 直接就能加官进决 可局长并未透露 一旦事情没做好 将会万劫不复 崔仲基几乎想都没想 就答应下来 现在他太需要一个机会 来证明自己了 即便面前是刀伤火害 他也会闯上一闯 就这样 崔仲基在一个 不算正式的聚会场合 接受了局长的临时委派 成为女同奸杀分身案 专案组组长 老崔所在小组成员 全部归入专案组 由他统一指挥 此外 局长还特批了一些 额外特权 让他放开手脚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但在此之前 他还要帮上一任专案组 处理误杀者的尸体 并销毁一切 对警方不利的证据 此外 因为极有可能就是真凶的人 已经被警方尸首击毙 死无对证 没办法向民众交代 所以局长暗示崔仲基 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 挑选一个作为替罪羊 崔仲基领危受命 处理完尸体之后 他开始着手寻找 倒霉的替罪羊 为了防止后院起火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把收取货路的妹夫 揪出来暴揍了一顿 总算让这个整天 不无正业的家伙安分下来 现在女同案几乎无解 除了停尸房里 一堆难以拼送的随时 暂没有任何证据 听从局长安排 寻找替罪羊 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 经过筛选 有性情儿童犯罪前科的人员中 足足找出不下千人 想要一次找出来逐个排查 其难度可想而知 崔仲基没有盲目调查 而是通过对比筛选 找出了几个嫌疑重大的人物 其中一名叫李炳时的人 首先进入了崔仲基的视野 此人有过针对女同的犯罪前科 虽然几次奸杀案 他对我不在场证明 但证明人是他的老婆 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 于是他立刻派人着手调查 这天上午 崔仲基正在外面查案 却意外发现自己 遭到了检察官 佩文一手下的跟踪 联想到不久前 自己千辛万苦 送进监狱的金会长 被检察官轻易保释出狱 而自己现在 又遭到对方手下的跟踪 不难猜想 这里面一定有着 见不得人的内幕 于是 他故意把车停在路边 引用对方停车 果然 跟踪着刚刚放松警惕 就被崔仲基和朴静东 抓了个正兆 两人也不客气 把那人揪出来猛做一顿 他们从对方口中得知 佩文一在金会长的授意下 正准备对付自己 现在牵有棘手的案件要查 后面要防备检察官佩文一案中使坏 他即便再有能耐 也不能分心而用 于是 直接找到黑帮老大张希九 请求帮助 既然他与金会长不共戴天 那么只要自己稍加利用 办起事情就会容易许多 而他这次找上张希九 并不是为了对付金会长 而是让他帮忙撬开 女同案嫌疑人李炳时的嘴 相比于只会做思想工作的警方 黑帮们做事更为一套 张希九起书并不同意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可不愿意去做 不料 崔仲基职也撂下狠话 如果张希九做不到的话 他就去向金会长投诚 反过来对付他 张希九变故于本 很快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于是勉强答应下来 张希九本就是个狠人 做起事来更是干净利落 那个李炳时在他手上 没撑多久就怂了 在对方软硬坚视之下 他为了家人的安危 只好答应揽下 奸杀女童的罪名 张希九也表示 会照顾好他的妻女 并聘请最好的律师 为他开罪 就这样 李炳时到警局投案自首 新闻媒体顿时炸开了锅 在谴责李炳时 并强烈要求判他死罪的同时 也对警方的办案能力大肆吹捧 警局上下一片欢欣鼓舞 他们眼下只需要做好舆论宣传 等到检察院公诉流程结束之后 令警局系统十分头疼的案件 就算是完美地处理了 这天夜里 金会长正和检察官 佩永逸在打高尔夫 一个草坪修剪工不合时宜地 出来搅局 金会长不然大怒 冲上去和对方理论 不料 内然竟然是张希九派去的杀手 不可一世的金会长 最终惨死当场 事实上 张希九早就有输掉 金会长的打算 此前崔种姬拿金会长相要挟 这让他极为不满 所以趁着对方和检察官 支开保镖畅调秘密的时候 派出杀手 果然一击得手 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 佩永逸在现场 目睹了整个刺杀过程 但他除了恐惧和惋惜之外 却根本无理改变这个结局 第二天 金会长被杀案启动了调查程序 佩永逸虽然明知是张希九在案中捣鬼 但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检察院内部会议中 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岳父 把轰动全程的女童监杀案 交给他来审问 像关注度如此之高的中安要案 自然要优先考虑让女婿来办 这样不仅能够积累群众基础 还能为家官警觉提供筹码 佩永逸自然不能推辞 联盟应允下来 丽病师本就是受人胁迫含冤入狱 而张希九却没有兑现诺言 不仅答应好的签款没有到账 甚至说好的专业律师也没有出现 法院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派了个免费的给他 而给这种最大恶极的罪犯做辩护 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没有几人愿意躺这趟浑水 丽病师终于看清了形势 自己如果认罪认罚 必定老底左川 于是他在冤中开始大喊冤枉 并声称自己是被骗尽来顶罪的 票一看到这种情况 立刻认识到是有蹊跷 通过对李秉施的重审 这才了解到 黑帮老大张希九将他去打成招 并胁迫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连想到张希九可能与催众机有所关联 相查之下 果然发现两人近期有着密切的信息来往 票一连夜联络无良记者 将警察抓良冒 公冤枉好人的事情报道出来 新闻一出 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谁都没想到警方会出现这样的丑闻 一夜之间 人人汗大的李秉施 突然成了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警方的公信力因此一落千丈 要员们为之震怒 是要把玩弄手段的人缉拿归案 崔忠基得知李秉施突然反悔 细查之下才知道 张希九竟然人家卖命顶罪 还誓言而非 不肯兑现承诺 于是把张希九 约到偏僻之初痛扁了一顿 身为黑帮老大 张希九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但奈何自己实力不济 只能将这份仇恨 深深埋在心底 不久后 检察官朋友一找上崔忠基 想探探他的口风 崔忠基却拿出 对方和经营会长 狼狈为奸的证据 想依此占据谈话的主动权 不料人家也不示弱 巧了 我也掌握你和张希九 勾结的通话记录 崔忠基没想到自己一向行事谨慎 竟然也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中 两人话不投机 会谈只能告一段落 崔忠基气分之余 通过公共电话 再次向张希九提出要求 这会一定要让李炳诗 远远闭嘴 否则不前他自身难保 张希九作为暴力 胁迫李炳诗投案的元凶 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这招险棄必须要走 但有了上次被暴打的教训 这一次 张希九机敏地留下了电话录音 随后 他派人潜入监狱 杀死了准备反咬一口的李炳诗 并伪装成他为罪自杀的模样 李炳诗死后 高层再次震怒 好不容易抓到替罪羊 结果被爆出茂良抓工的丑闻 他们正打算认错悔改 不料韩冤之人竟然死在狱中 如此一来 即便警方如何澄清 都已经无济于事 本来是件简单的事情 现在看来 却也来无法收场 警察就让崔仲基好自为之 该藏的东西藏好 该销毁的证据一分都被保留 现在形势严峻 低调才能活得长久 崔仲基只好答应下来 但接下来如何去做 就连他也感到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 彭尔意味着彻底掌控崔仲基 对他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 根据掌握到的信息 把崔仲基所席的警员 包括亲人在内 全部抓起来审问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崔仲基只好放下面子 跪地求饶 为了表示诚意 他当面销毁了对方 与金会长勾结的证据 好不容易摆脱了检察官的纠缠 和一帮大佬张希九找上门来 拿着崔仲基和德的通话记录 作为威胁 希望老崔出面帮忙 扫平新公司新建项目 竣工前 来自各方的审查和阻力 崔仲基无力反抗 只能暂时答应下来 可就在他以为 今后即将成为张希九的傀儡 任其百步之时 张希九乘坐的工程电梯 突然失控 致使其当场坠亡 崔仲基正一脸惊讶之际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突然跑了过来 原来他是张希九的小弟 早就基于老大的位置 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 和福特上位的靠山 如今老大与专案组组长 崔仲基交恶 正是他出手的最佳时机 不仅能够干掉 饮中丁张希九 还能趁机卖崔仲基一个面子 得到他的好感 然而小弟没有料到 崔仲基早已被这些 隐隐狗狗的事情烦透了 他本想做一个正直的警察 但现实却狠狠扇了他一个巴掌 不仅有顶头上司 安排他做钱不得人的勾当 还有一帮黑道人物 想招揽或者拿捏自己 初心移改 欺善从恶 崔仲基几乎癫狂地举起枪 对准了刚刚那个 害死老大的年轻人 就在这时 专案组的组员朴静东 急忙冲了过来 他想让老崔冷静一些 不要意气勇士 酿伤大错 两人争执不下 崔仲基扣筒扳机 杀死了自己出生路死的好兄弟 随后 他又举枪杀死了 想要讨好弹的年轻人 恶着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把现场伪造成了 警察和黑帮分子的枪斩 好兄弟在战斗中牺牲 而他自己 则击毙了两名歹徒 如此一来 能够威胁到他的黑帮分子 都被解决掉了 崔仲基也隐约办案有功 加官禁忌 授勋之日 正是朴静东的葬日 警员们纷纷前去参加葬礼 却唯独不见崔仲基的影子 大家对此颇有微词 此时 有同事忽然发现 朴静东曾经发来一条信息 称他怀疑组长与黑帮头目张细九 互相勾结 准备悄悄跟上去查看 信息发送时间 正是朴静东出事当晚 组员们经过调查 这才发现是队长 杀死了他们的好兄弟 这一天 崔仲基正悠哉地 坐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 他突然接到法医的电话 经过多日来的奋战 终于可以确认 儿童奸杀案的真凶就是利平师 谁能想到 那个被他们找来的替罪羊 竟然就是凶手本人 也就是说 崔仲基并没有拥望好人 但在此过程中 缺切二连三地 他离开办公室 坐进车里好多大哭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子驱手来到他旁边 崔仲基疑惑地抬起头 对方竟直接手地开枪 崔仲基脖子重担 鲜血狂飙 他强撑着带到车外 准备打电话呼叫救援 这时 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直接把受伤的崔仲基 撞了一个猎切 车上下来几个人 正是昔日里 崔仲基得以仰仗的兄弟们 原来 他们经过调查 找到了一个张细酒的小弟 开枪刺杀了崔仲基 最终 刚刚晋升的老崔还未过足官吟 就死在了自己兄弟们的谋划之中 与此同时 检察官林永逸 与金会长暗中勾结的事情 也遭到了检举揭发 但由于他的岳父是政府高官 所以事情最终平息下来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不当交易》 上月2010年 由柳生婉指导 该片围绕交易儿子 呈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本应秉公执法的警察 纷纷成了精英算计的商人 他们计算着个人的得失 计较着如何干掉竞争对手 一切都是用来交易的筹码 包括人性和良心 女通奸杀案 在警局内部激起一道涟漪 让众多牛鬼蛇神 都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但涟漪过去 依旧是一潭死水 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随便找来的替罪羊 竟然就是真凶 当应用超现实的巧合 讽刺了警察们的无能 但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却潜藏在故事背后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位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